更多书请添加微信 HLLX321 又来了 眼看白小纯与孙一凡以及司马涛离去 四周众人在这议论中也都逐渐的散去 他们心情此刻还在激动中 在这离去时 还不时的拿出传音欲解 将今天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向着各自的亲朋好友谈论起来 可以想象 白小纯这里怕是用不了多久 在这魁黄城中就会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只是白小纯最后的那圆滑的言辞 以及让人赞叹的为人处事 确实 让已经对白小纯的身份在芭城确定后 又产生迟疑的陈曼瑶 双眼内露出奇异之马 不对劲 我记忆了 那白小纯做人也是如此 还是圆滑 其善于化解敌意 当初血稀宗与灵稀宗 那在任何人看去 都必定会有一番死战的争斗 都被白小纯化解了 陈曼瑶心底再次生起怀疑 随着人群默默离去 可就在他回到自己居所的路上 还没等到家 他脚步忽然一顿 目中刹那间就露出异彩 还有那魂药上的手脚 如果真的是此人弄出的话 倒也吻合 毕竟 这白小纯在血稀宗 可是有温魔的称号 而且 最重要的线索 是这一次他的做法 与当初在星空道集宗内 天空会坑他的办法 几乎是一文一样 陈曼瑶胸口起伏 呼吸不再平静 想起练魂湖内白小纯的背影 还有在自己视态下对方的表现 以及之前做人的方式 再加上 与天空会一模一样的手段 这一切重叠在一起后 陈曼瑶笑了 他本就人美 此刻这么一笑 顿时如百花盛开 似乎他四周的街头 也都因着一笑 在别人眼中明亮起来 他 毕竟就是白小纯 陈曼瑶心底 有强烈的细语 他侧头摇摇看向 白小纯铺子所在的八十九曲 轻哼了一声 带着心底的兴奋 脚步 轻快的离去 白小纯还不知道 自己的原话与事故 已经暴露了身份 如果知道的话 他一定觉得毛骨悚然 认为女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那种细节上的注意 实在是让男人防不胜防 此刻的他正在铺子内 与孙一凡以及司马涛相谈甚欢 三人将自己在炼火上的经验与技巧 相互交流 越谈越是兴奋 时而有爽朗的笑声传出 让四周的店铺店家也都感慨不已 直至第二天 孙一凡与司马涛 带着满族 更有收获 向着白小纯抱拳 心悦诚服的告辞 并让白小纯一定去九幽城 以及陵临城 届时 他二人将盛情款待 白小纯满口答应 孙一凡与司马涛 这才离去 至于那铺子 他们看都不看 化作长虹 直奔传颂阵所在方向 白小纯目送二人离去 也很感叹 这一夜的沟通 对孙一凡与司马涛二人来说 收获不小 可对他而言 收获一样极大 白好的魂 始终是在白小纯身边跟随 听着三人的谈论 对于炼火之法 也都有所明误 更是对于自己这师尊 在做人上 越发的佩服 这一点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如师尊 暗道 若自己生前在白家 能有师尊这般 怕是 无论是处境 还是未来 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赶位时 师徒二人 回到了铺子里 时间流逝 很快就过去了七八天 这七八天里 这师徒二人多次沟通 一起研究与商讨 不但白小纯 十七色火的琢磨 更为透彻 白好的魂那边 对于十八色火的配方 也都越发的完整起来 同时 铺子的生意 也一下子暴涨 可以说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一面发展 白小纯心脉一族 对于这铺子的归属感 也都强烈不少 实在是这铺子 是他们师徒二人 一次次的 与外人斗智斗勇之后 这才成功的将一个半死不活的店铺发展到如今的满城皆知 这过程的时间虽不长 可其中遇到的事情却很曲折 每次白小纯想起都很唏嘘 可白小纯发现自己似乎没有那种能享受瓶颈生活的命 每次当他很得意 很满足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 眼下 他的满足还没到十天 就再次的头痛起来 因为陈漫瑶来了 在三天前 陈漫瑶就第一次踏入到白小纯的铺子里 正趴在暗台上 看似睡觉 可实际上 确实在脑海研究十七次火的白小纯 觉得有些不对劲 抬头之后 在看到陈漫瑶时 他顿时傻眼了 脑袋更是嗡的一声 陈漫瑶似笑非笑的看着白小纯 也不将其身份挑明 只是来练灵 白小纯苦着脸 有心不去练 可看陈漫瑶的样子 明显不会罢休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去练了 可紧接着第二天 陈漫瑶又来了 眼下是第三天 店铺刚一开张 陈漫瑶那优美的身姿 爵士的容颜 就又出现在白小纯的面前 陈姐姐 你怎么又来了 白小纯一拍额头 背呼起来 叫我姐姐 也好 白小弟 怎么 不欢迎我 陈漫瑶 悄悄奄然 站在白小纯的面前 身上的清香 钻入白小纯的鼻尖 可白小纯 却没心情去 心上陶醉 只能苦笑的 看着陈漫瑶 他算是看出来了 眼前这陈漫瑶 十有八九是认出自己 可只要对方不点名 白小纯也不敢去 直接到处 只能继续装傻 只是他这演技 在别人看来 或许没什么 可 在本就对他已经 近乎肯定的陈漫瑶眼中 却是漏洞百出 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他也很享受这种感觉 偏偏就不去店铺 让白小纯这里很是难受 只能尽最大的可能 去躲着陈漫瑶 只是这陈漫瑶 丝毫不着急 白小纯若躲着他 他就索性在这店铺里 帮白浩一起去接待来往的顾客 而陈漫瑶在奎黄城名气太大 天师之徒不说 他本身的美貌 也使得他在奎黄城中 追求者无数 如今 他竟然出现在了 白小纯的店铺里 如果仅仅是出现 也就罢了 可他竟仿佛老板娘一般 在那里照顾来往的客人 这就让所有看到的魂修 都内心狂震 对于白小纯这里的强害与生猛 再次有了认识 这消息也快速的传开 这就让白小纯心惊了 不但他心惊 白浩的魂也紧张啊 原本师徒二人好好的 眼下突然多出了一个女子 而且不但人美 他更是从自己师尊的表情上 看出师尊与这女子 明显关系不一样 莫非这是师母啊 白浩浑想到这儿 更是紧张 又不敢确定 暗中去问白小纯时 白小纯也没心情回答 他心底正烦恼呢 只是让白小纯再次没想到的 是他这烦恼才紧几时开始 因为在陈曼瑶来到后的第八天 他的店铺里居然又来了一个女子 这女子一样的相貌俏丽 身姿曼妙 偏偏玉手上戴着紫色的手套 整个人看似小巧 可却总是给人一种 似乎蕴含了狂暴之力的感觉 这暴女正是陵临城的郡主 许珊 许珊对于白小纯极为执着 当初被陵临王带走后 他还主动提出 让陵临王去提亲呢 这就让陵临王傻眼的同时 对于巨鬼王更是怒意大增 为了让自己这女儿回头 他不惜将其献足直指如今 可这许珊的坚持 让陵临王也都无语 最终 还是被许珊偷跑出来 他本打算去巨鬼城找白小纯 但在路上时 听说了白小纯在奎黄城的事情 顿时就改变方向 兴致勃勃的杀来了 与陈万瑶的婉约不同 许珊性格狂暴之际 在进入白小纯的铺子后 看到白小纯的第一眼 他就大声开口 白号 我喜欢你 这句话 让白小纯都快哭了 白号的婚也都一哆嗦 心里一背乎自己的名字 真的是被师尊给玩坏了 而陈万瑶也是秀眉促起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